我不要留在這里 如果看監獄片 主角很多時候都在監獄內要掙扎求傳 又或者看苦情片 女主角身頑不治之症 很多時都是一殼眼淚 但今個星期 李氏主角的兩位嘉賓 他們分別都有類似的經歷 但他們的表現就很不同 李氏主角的何彥山 外形弱則纖纖 事實上他亦都身頑重症 未找到方法根治 我愈來愈差的情況 我試過躺在床上 直接拿著兜不停地吐 每一天走出來的全部都是血 我胃後抽出來的全部都是血 當時見到自己都會害怕 彥山曾經因為疾病的滋毆 而想過要自殺 但最後 為何他可以像強頑的小草一樣 面對人生的風雨 還能以福音粵劇祝福其他人 那就要留意你是主角了 除了何彥山 節目你是主角還有他 李慧妮 因為我當時信贏輸信都不太好 我的是非觀念都不太正確 譬如放桂里我都不覺得有問題 我自己都放 被監禁入獄 一般人都會很難過 但李慧妮形容 那段時間是最被祝福的時間 為何他會這樣說 他在監獄又做過甚麼 想知就要密切留意你是主角了 如果你都想分享上帝 怎樣編寫你的人生故事 表達對他的感謝 藉此傳人福音 請打來3108 6048 可能下個主角就是你了 大家好 我叫小苑梓 我今年3年級 Hello My name is Lydia and I came from India You want some girls I can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 eat girls 臭小子 追尋夢想 不是一枝一枝可以做到 除了堅持之外 還要耐心等候 發言夢未 九月份天使新月刊 封面故事有香港演藝人張彥博 三十多歲的她 由零開始 由演員做起 究竟她的追夢故事又會怎樣呢 在電視劇中飾演廢青 而成功彈起的張彥博 很多人都讚她演得入型入格 角色背後 亦都是她真實的寫照 熱愛音樂的她 早過樂隊 亦試過退居幕後做音樂 但在樂壇仍然直直無名 後來她32歲 加入藝園訓練班 她怎樣調整心態 努力向前 想知她的故事 就不要錯過天使心月刊 虛擬實境遊戲 Pokemon Go熱潮仍未減退 在你和朋友一起想 去哪裏捉精靈 打賭場的同時 在敘利亞 有一班小朋友 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又有誰去拯救他們呢? 今期天使心月刊 會提到敘利亞的需要 亦會建議大家 如何透過這個手機遊戲 成為全福音的平台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耶穌行五餅二餘的神跡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 都有有心人 藉著食物祝福輪舍 在使命人生入面 色食堂創辦人董愛麗 就告訴你 如何實踐使命 將愛化作行動 天使心月刊 亦訪問了香港復康會副主席 莫關雁興 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 她突然嚴重中風 徘徊生死邊緣 亦在這段時間 重新認識神 當中的經歷又是怎樣呢? 而這位資訊科技界的女強人 如何運用上帝給她的恩事 去服侍復康人士呢? 除天使心附送的創世電視月刊 除了有見證節目 你是主角的精華內容之外 亦都向世界出發 同大家直擊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家庭危機 而今期的電影心 會以正義為題 為大家搜羅有關近期最Hit的電影 從電影到人物性格 為你一一分析 還有啊 電影心和創世電視 好榮幸是唯一一個香港媒體 被邀請去到美國洛杉磯 專訪電影崩虛的演員和監製 想知一班演員 拍這部電影的感受 和對瑤樹的看法 就不要錯過了 一書三冊的九月份天使心月刊 創世電視月刊和電影心 在各大書部攤、書室、便利店 都可以買到啦 現在遲到啦 又要做生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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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要做了 難怪老實實看上它啦 即場如戰場 有時在工作環境裡堅守信仰 做個言行一致的基督徒 真的要面對很大的挑戰 如果你都有這個迷思 就不會錯過九月十一日播出的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 香港人日做夜做 為兩餐 是否真的要去到這麼盡呢 即場和信仰價值 可不可以連成一線 在節目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裡面 就住在職場上 面對的種種挑戰 我們就邀請到不同的嘉賓和大家分享 第一集就有亞視前執行董事葉家寶 有個大陸的客戶 他可以給幾千萬的賺助我們 但他要捧一個人 你們要給個人冠軍 這樣他就跟我說 就叫我想想怎麼做 挑戰有何止那麼少呢 在亞視獻身的時期 他的職場信念有沒有動搖呢 節目亦請黎穆者 透過聖經記載回應現實情況 我們又可以用什麼眼光 去看每一個職場遇到的挑戰呢 《超凡傳》第27章 保羅看到的不是船 最後有沒有在 它不是救船 是救什麼 救人 九月十一日起 一連三個星期日 晚上八點 分別有葉家寶 媒體公司創辦人黃雅芬 和人力資源顧問佐淑欣分享 想知多些有關職場的生存之道 就不要錯過 左右大局的職場信念 就這樣吧 先生買枝旗 九月十七號 就是人生熱線的馬爾旗日 今年我們繼續有這些色彩繽紛的旗仔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可能你經常都會聽到 人生熱線就是結合信仰和輔導的熱線 究竟他們是怎樣運作的呢 今集創世情報站 就和大家一齊了解一下 你好 人生熱線 結合信仰和輔導的人生熱線 在2003年成立 服務的對象 由香港開始 在十三年間一直發展到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澳門 甚至國內 服侍超過二十四萬人 我想在這裡的服侍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很清晰知道 就是上帝和內電者和我自己 就是一個鐵三角的組合 這樣去同行 我相信這個服侍模式 對人的幫助 不單單是一些理論 而是真的有一個上帝 有一個聖靈向當中去工作 熱線除了配合創世電視的節目 解答觀眾的疑問 為他們輔導和祈禱之外 亦都試過用電影 呈現人生熱線的服務 讓人了解背後的使命 之前在美國讀書 亦都有很多影音視團的報道團 來到美國 包括一些電影的報道會 其中令我最深刻就是 隱形鬥室和恐懼森林 他們裏面的人生熱線的中心 他們是一個團隊 以及他們要怎樣和內電者去談 他們一些危機的時候 他們的合作和他們的傾談 都令我很想加入人生熱線這個團隊 有人會覺得 輔導員可以解決來電者的問題 作為人生熱線主管的司徒勤真 就坦誠分享 不是每一個個案都可以解決到 作為一個基督徒 兼且是一個輔導員的時候 我想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我們需要的 就是那份的欠秘 因為我們總是相信 我們不能幫人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們相信的一點就是 我們和他們相遇的一個小時後 五小時後的時間 這就是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鼓勵和支持 我們亦都很感恩 有義工的支持 在公餘的時間 願意來到中心幫忙聽電話 天神是一位中學老師 因為想學習溝通技巧 而上人生熱線的義工訓練課程 在實習過程中 幫助到他更加了解學生的情緒 當我有了這些知識 我都學到一些同理心 當見到一些學生 他們遇上不同的情況 我都可以在他們的 墮入他們的角色裡 看到他們的感受 其實這個感受 或者他的表現出來 其實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整個家庭系統都出現了問題 其實這些東西 在我這兩年做義工 和在這裡學習的時候 我都令我可以學識的東西 近幾年 社會充飾著很多負面的氣氛 面對生活不同的壓力 人生熱線 又可以在社會上 發揮到什麼作用 香港的市民 其實都面對著不同的壓力 包括了學生 他們面對讀書的壓力 成年人 他們面對著工作 或者是一些家庭的壓力 而老年人 他們都面對著病痛 或者是不被照顧的一些壓力 人生熱線 是一個急救站 無論你有沒有信仰都好 我們都很樂意 去聽你們的電話 很樂意和你們去同行 9月17號 就是人生熱線全港賣奇日 我們籌募賭的經費 會幫助熱線的持續發展 我們還在招募義工 多一步人生有出路 你踏出的第一步 就是給人生熱線的鼓勵 報名或查詢 請自電2209-6280 如果你想支持創世電視的福音製作 又或者想緊貼我們的最新消息 都可以打來3108-6048 又或者按入我們的Facebook 下集創世情報站再見 拜拜 議員 訂閱